全球突变 每个国家选择历史人物 进行国运对决 可华夏人民一夜之间 几乎忘却所有历史 单挑不用项羽上行道戎 团战不上岳飞选秦桧 国战最离谱 放着嬴政不搞 非要抬后梁太祖朱温去送 导致输得个妈不死的 关键时刻 唯一记得历史的你 横空出世 带着满腔怒火走上国运擂台 关我华夏上下五千年 偏偏也就那几个不能打的 你们倒好 全他们精准踩雷 真当自己是步步高点火机 哪里不会点哪里吗 于是在你的带领下 仅正常发挥 便打得世界列国是哭爹喊娘 直到系统亲自与你对战 三局定输赢 现在是最后一场国战 却被伊芙林强行改成海上作战 而时间则定格在了公元220年 出战选手 利米斯托克里 古雅典海军真正的奠击者 对此你微微一皱眉 看来我大名水师威名远播 这伊芙林肯定有所了解 不然时间不会定格在那个时候 正想着眼前出现三张卡牌 分别是曹胚 孙权以及刘备 不是该有双倍卡牌的吗 狗系统又玩赖的是吧 帮我李师傅上一场白银吗 华夏群众纷纷怒吼起来 唯独你显得有点尴尬 没文化 真可怕 一个年代出现三个皇帝 你还想怎样 真要搞到五胡乱华才开心吗 不过显然对方是做过调查的 所以对时间有所限制 万一随机卡牌随到大名水师 直接15头吧 要知道仅当年正和下西洋所乘坐的舰队 相当于现今开几艘航母 去二战那里降维打击 既然你想玩鹰的 那我就让你体验下 什么 叫做江东水师 念及此 一大手一指 点在了孙十万的头像上 此时此刻 华夏群众再次陷入死寂 紧接着骂声铺天盖地 为什么不选曹丕 他可是曹老板的儿子啊 虎父无犬子 肯定是最为保险的选择 这时你讲述起孙十万的战绩 尤其是赤壁之战 在水上用火攻打得 曹老板丢盔卸甲 当然合肥送人头直接跳过 毕竟八百破十万 是孙权一辈子的痛 听完华夏群众信心又来了 生子方如孙众某 男人方如是 很快轮到选择军团副将 你直接点名干宁 陆迅 灵统 吕蒙 以及周瑜 就这配置 光战哪 海水都得避让三分 很快 水域擂台自动搭建完毕 是一方大型海域 孙十 哦不 众谋 交给你了 没问题 孙权信心满满 开始发号使令 以攻净为主 吕蒙带着干宁与灵统 在附近勘测周围地形 与敌军情况 没多久干宁回报 敌方使用的是三桨战猎船 机动性相当高 头部更有青铜羊头 撞击力相当强悍 但有个弱点 这种船没有龙骨 失水浅 容易倾覆 相当于一个人没有脊椎 听完孙权笑了 就这 恭敬 你可知咱们有多少兵力吗 主公但说无妨 孙权清了清嗓子 本次作战共五万人 其中四万 丹阳精兵 更有蒙冲 楼船不计其数 死话一出 五个副将脑海里 就一个想法 从来没打过如此富裕的仗 丹阳精兵 葛现代 就是水路两栖的特种兵 让那朝贼再来一回 不用火烧 咱们直接就能把他们给冲烂 主公 子民请求出战 主公 星霸请求出战 主公 薄言请求出战 看着几个大将兴奋的模样 你也差点想请求出战 这碾压式的兵力 这谁不想冲 移住向后 双方列阵在海上 没有任何垃圾话 见面就是干 首当其冲的 是吕蒙率领的蒙冲船队 仅一个照面 便将对方的大型战船给撞破 海水开始不断灌入内部 紧接着陆迅带领5000丹阳精兵 杀了上去 一时间惨叫连连 而敌方指挥官 地米斯托克里 脸色没任何变化 随着大手一挥 吕蒙军团的侧面 逐渐出现敌船 每艘前头 整立着一个青铜羊头 正是他们的杀手锏 三将战列船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吗 见此惺惺 周瑜笑了 可黄雀未必是你 秀得一声剑响 在三将战列船的外围 又出现一对剑船 将其团团包围住 孙子 好好记住我的名字 我是你爷爷 甘心霸 没错 来者正是甘霖麾下 所统一的 锦繁军